大家好,我是陈校长 欢迎大家来到了工业4.0未来工厂的彩排现场 在生产管理当中,我们往往会碰到以下的几个常见的场景 比如说,今天订单过多 商务部跟工厂要花很多的时间确认产能 那工厂的模具较多的时候呢 一线的调剂人员他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把正确的工艺参数调出来 再加上,今天设备停了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停机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呢,阿伯格将给大家呈现 他们的ALS中央信息管理系统 是可以如何解决以上我们所描述的问题 这套系统呢,包括了四个重要的模块 信息中心、文件归档、生产管理以及品质管理 好,那我们就在明年4月13到16号 ChinaPlus 2021年工业4.0未来工厂 深圳见